大家好,我是谢雷 我是金子 今天我们去江西上饶演出 很悲催的 我们没有抢到火车票 而且我们是15天前就抢的 秒光 所以我们只能开车了 来回刚好1000公里 是晚上7点钟的婚宴 我们早上9点出发 整个开车时间6个小时 现在出发也早 但是主要中午服务区 要休息个一两个小时 不然的话根本开不动 我也是第一次开那么远的地方 以前最多就到宁波杭州 过去就200多公里 现在相当于打个来回了 没办法 为了给小孩赚奶粉钱 我外婆不是收了个女学生吗 现在我多了个小师姑 我看到好多人评论 说湖北也需要苏州平坛 这里我要和大家说了 非宜文化它属于世界 它不能只待在苏州 像现在新加坡也有 助唱的平坛演员 法国巴黎也有 美国的唐人街也有 所以湖北需要平坛演员 也是很正常的事 当地的人虽然听不懂苏州话 但是可以欣赏 就和我们听英文歌是一样的 只要去欣赏它的美就可以了 朋友们终于能休息会了 我们现在开到了 这个铜炉服务区 五星级的 这里竟然还有星巴克 这个服务区真的蛮好的 那边还有肯德基 今天这几个痘痘比较明显了 因为我一般出去唱婚宴 都是化好妆出去的 大家看不出来 今天因为要开一天车 所以就到那边再化了 选择困难症 都是好吃的 想来想去还是吃饭吧 追子你看 你想吃什么就拿 猜猜这些多少钱 77块钱 意料之中 朋友们休息好了 我们准备继续出发了 下午还有200多公里 现在先去加个油 有很多地方都发生了事故 雨天路滑 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有些车撞得蛮厉害的 前面那块牌子 上饶玉山县 朋友们开的我已经 搜最近高级四亿五层 但是我觉得我以后 如果不唱平台了 可以去坐滴滴司机 或者跑长途 我觉得开下来不是很累 这近500公里 当然可能和服务区 休息的比较好有关系 朋友们终于到了 这个上饶玉山的西尔顿酒店 离婚宴开始还有三个小时 把住宿办一下 先上去瞇一会儿 我们是镜头第一间 来来来来 看看今天晚上住的怎么样 住宿我是特别期待 大家看一下 这个住宿还是相当不错的 一个大电视机 它这边蛮好的 就是这个马桶 和旁边淋浴是分开的 机子你快点帮我倒杯水 本司机已经可坏了 谢谢 好像没什么好看的电视碗 哎呦不是来看电视的 今天在外面演出 正好回答大家一个很关心的问题 为什么艺术类学校 在招生的时候 对外貌特别看重 就比如说平台学校 你如果去考的时候 专业很好 但是外貌差一点 你未必能考进去 有些人长得非常漂亮 但是专业差一点 他倒有可能考进去 因为这个外貌对演出行业真的太重要了 尤其是现在演出啊 各地都要跑的情况下 那么大家只要思考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是一个外地的老板 你需要一个平台的演出 你就是要一个形式 反正你也听不懂苏州话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一个唱得非常好的 但是长得不好看 一个长得非常好看 但是唱得不好 你会选哪一个 反正你又听不懂 那肯定是选漂亮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艺术类学校 他招生形象非常重要 其实学校已经是在帮你们筛选了 也是怕那些长得不好看 不适合做这一行的 万一考进来了 毕业出来 接不到演出 是不是啊 这些大家都考虑到 像我 因为家里是传承这个的 也因为我现在有这么多粉丝基础了 名气出去了 本来 我估计也很难接到演出 现在我们要化妆了 准备晚上的演出 鲍鱼们 等到这位